梅根王妃胆大妄为,40岁生日短片嘲讽女王,被网友痛批不懂礼貌,梅根是个好命的女人,通过一场王室婚姻,彻底实现了阶级跨越,本来应该感谢命运的馈赠,但是梅根显然毫不知足,甚至不断挑衅王室。 苏塞克斯公爵夫人真是胆大妄为,40岁生日短片嘲讽伊丽莎白女王,被网友痛批根本不懂礼貌,即使梅根行为出格,哈里王子也默默支持,真是胳膊肘朝外拐的典范,梅根马上就要迎来生日。 去年的庆生短片却被翻出来,甚至被认为对伊丽莎白女王大不敬,哈里夫妇离开王室后,数次被推上风口浪尖,就连伊丽莎白女王也受到了牵连。 虽然梅根夫妇受邀回到王室,但是却几乎没有亮相,缺席了不少白金喜年庆典活动,越来越多的媒体爆料,梅根和凯特关系紧张,甚至没有拍到一张铜框尽照。 不少皇室研究专家猜想,今年梅根王妃庆生的时候,英国王室很可能保持沉默,尤其凯特王妃表现明显,尽量不跟梅根铜框,保持该有的安全距离。 之所以王室成员变得这么冷漠,是因为梅根去年的庆生短片中,暗戳戳嘲笑伊丽莎白女王。 生日当天,梅根晒出了女演员兼喜剧演员梅丽莎麦卡西同框的短片,暗戳戳表达了自己的不满。 整个短片只有几分钟,全程嘻嘻哈哈不知所云,被王室专家认为是在指桑骂槐。 王室专家作家吉拉莱文在著作哈利,王子传爆料梅根对整个王室都不满,伊丽莎白女王天心凯特,更是深深刺痛了公爵夫人的心。 从短片中可以看到梅根的穿着打扮,甚至手拿茶杯的画面,跟第一次拜见女王时一模一样。 显然这是一种无声的抵抗,更是对王室和女王的嘲讽。 梅根自认为自己最聪明,任何人都拆穿不了她的小把戏,事实上明眼人都能看出来。 这么做就是为了噱头,碰瓷王室来达到高热度,实在是令人无法接受。 短片全程都在阐述自己的慈善理念,但是却嘻嘻哈哈不严肃,梅根放出豪言,希望两百万女性重返工作岗位。 然而她本身却是王室的寄生虫,因此简直就是满指荒唐言。 太阳报也随之爆料,梅根王妃现在根本没有任何事业,所谓的重返好莱坞计划也泡汤,悄悄放弃努生活愜意。 只需要偶尔爆料一下王室,梅根夫妇就能赚得盆满钵满。 皇室评论员金赛施菲尔德认为,梅根是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,这样的生存模式注定不能长久,不论平民百姓还是皇亲国妻都要有一技之长。 苏塞克斯公爵夫妇显然得不配位,马上梅根就要过生日,今年的庆生视频备受期待。 雷点和草点极其密集,就像是故意扮丑薄出位。 梅根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女人,不断制造麻烦才是她的用意。 事实上王室尊卑早已定下,并且不是说改就能改。 梅根这么做被网友痛批不懂礼貌,镜头前哈里也甘当小丑。 为梅根王妃表演杂耍,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 皇室专家作家罗伯特·乔布森。 在新书威廉40岁,现代君主的行程中爆料,哈里夫妇将会继续抹黑王室。 下一步重点打压对象是威廉和凯特。 自从离开王室之后,梅根和哈里的言论越来越不着调,甚至已经脱离了大众的认知范畴。 梅根不断在大庭广众之下抹黑和丑化王室,这么做就是为了赢得更多关注度。 王室核心圈子已经不认可他们,这么做只是自取其辱。 即使可以获得短暂的利益,实则伤害的是自己的荣誉。 尽管威廉已经尽量克制,但是还是被梅根气得投婚,甚至打破王室规则回应了不少事情。 哈里身上流着皇室血脉,但是却任由妻子诋毁自己的家人,实在是奇心可诛。 尽管离开王室的时候,跟女王保证不再使用皇室头衔。 但是现在却靠碰瓷王室为生,梅根显然不尊重王室的等级制度,甚至在生日短片中嘲讽女王, 失去了一个做晚辈的本分。 难怪不少读者开始醒悟,梅根不光才输学浅,而且还没有基本的礼貌,根本配不上王室头衔。 真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,即使梅根如此爱作妖,哈里不光没有制止,还紧随妻子的脚步当起了小跟班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